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我们这期视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油字 这个字,左中右结构,大家来看一下 它竖像是有三个部分构成的 你看,左边,中间,然后是右边 那我们在书写这个字的时候 你有两点是一定要记住的 我们要想把它写好看的话 首先第一点 这个横像是,这个竖像有三部分构成的 就说明我们在写的时候 这三个部分我们都要窄 一定要瘦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这三部分我们都要给它写瘦 因为你不管是任何哪一部分给它写宽了 这整个字都会变得很宽 那就不好看了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字支撑点在哪 或者说这三部分的长短和高低问题 大家来看一下前面 三点水和方字 上面的高度的话 基本上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对齐的 然后右边要高出来一些 是不是 要高出来 底端方字是最短的 方字是最短的 然后右边比它略低一点点 最低的部分在于 子的弯钩 弯钩才是整个字的支撑点 是整个字最低的部分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有字的写法 首先三点水 点油漆到重 中间一点靠外是成虎状的 三点水要写紧凑 不要给它写散了 提往上走 这个提靠近中间那一点 不要往这戳就戳过去 因为有同学写三点水的时候 提往这走 那这样的话 三点水整个你就会写得很宽 而且还会影响右边的书写 所以提一定要往上走 靠近中间一点 然后中间的方字 点和它前面的点 基本上是对齐的 然后横 往右上扛筋 然后横折钩 在点的下方 你看横往右下 往右下倾斜 而且横这一段非常短 横这一段短 你写出来的方字 才是瘦的 你看折钩往里内收 出钩的位置 注意和上面的点 基本上在一条线上 然后撇 这个撇不要给它写 长了 方字的支撑点在勾 不在撇 所以一定是勾要比撇 要略低一些 这是左半边和中间 那你看右边 注意右边 起比要比它高 比前面你看撇 三边 显接一定要挤错 横在这个横的延长线上 接上去 然后横撇 横撇一定要短小 非常小的 然后弯钩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弯钩才是 整个字最低的部分 是整个字的支撑点 大家来看一下 左边高右边低 然后横 这个横不要给它伸展太长 这是有字的书写 一定要搞清楚 这左右你看 三部分的这个长短高低 要搞清楚 谁是谁才是支撑点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点油漆到中 油漆到中 然后提出尖 点 然后横 往右上扛肩 然后点的下方 你看横 整个往里内收 注意这个横要短小 然后撇 勾才是最低的 撇要比它高一点 然后撇 横 然后横 撇 弯钩 然后横 这是油字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中间是最短的 应该最高 你看前面高一些 尾巴这 这个弯钩往下走 弯钩是整个字最低的部分 我们最后再来演示一下 点 点油漆到中 然后提往上 好 点 然后横 往右上扛肩 折钩要窄 瘦 撇 撇 横 你看 在它的延长线上横 撇要短小 弯钩往下 这个弯钩的弧度不要太大 弯钩大家来看一下 它弧度不要太大 有同学这个弯钩写的太弯 写成这样那就不好看了 它作为这个整个字的支撑点 一定要挺麻一些 不要略带弧度 很有力量 不要给它写的太弯 然后横 这是油字的写法 好 这期视频油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这期视频油就给大家看了